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和周孝胜教授来一起做这次节目 周教授 你好 你好 我们今天接着来谈香港的情况 香港抗议已经几个月了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冲突 暴力 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抗议 集会 最大型的有两百多万人参加 这个是空前的 应该说 香港总体的市民大概也只有七百万左右 这个如果是把这个老幼去掉的话 这是相当 就是说很大一部分的比例的 年轻人 中年人 甚至是老年人 都参与了这个抗议的示威活动 在这个里边呢 也发生了一些暴力的冲突 所谓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激情和他们的这个热情 理想 您怎么看 我说年轻人嘛 他咱有激情 所谓叫十几岁 叫一想天开 天就开 你到了我们 像我们这七十岁的老人 就是心想事成 不成的事不想 我们年轻人的激情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都年轻过嘛 是吧 实际上就是香港自从这个1997年 主权由中国接管 一直到这个上一次的战中活动 在这个期间呢 其实相当的还是相当的平静 对 为什么会维持相当长的平静呢 相当于一段时间 那就是落实了这个依法执政 科学执政 民主执政 落实了诚信 就是特别法 叫做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五十年不变 五十年以后也不需要变 您认为香港人 尤其是年轻人 相信了五十年不变吗 相信 而且就是这么做的 比如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 确实啊 叫做那个马照跑 什么舞照跳 什么就赌马嘛 他不是香港愿意赌马吗 就是你开始啊 你愿意赌就赌吧 所以说只要按照这一国两制 这个五十年不变 这种港人治港 它就是和平稳定 叫做法治 自由 繁荣 那么怎么 关键它破坏了 谁破坏了 谁 中央破坏了 现在的极左的中央破坏了 它不讲诚信了 比如说这个港 就是现在香港特区政府 它不是搞了一个送中吗 这就是破坏啊 你说你折腾什么你 因为你送中 香港人没有安全感 因为大陆哪有法治啊 大大倒退 前一年抓律师 抓好几百个呢 你想想吗 所以说香港人人家是 香港是司法独立吗 人家中国 咱们大陆的这最高法院院长 人家说了吗 司法独立 那是资产阶级的 司法独立 那是人类的文明成果 你想你是裁判员 你又是运动员 那这球怎么踢啊 就是你是运动员 你是为了进球 你要赢 但是你别能犯规啊 谁说你犯规啊 裁判员 所以司法独立 这是一个有理性的人 当然得司法独立的 中国刚好了 东西南北中 党领导的一切的 都听一人的了 那你不破坏了人类的一个 等于说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逻辑 或者叫做倒退 你看三权分立 这个权力得互相监督 权力是腐蚀计 决罪的权力是决罪的腐蚀 怎么牵涂权力 只有权力才能制作权力 所以就得分权 他现在要集权 他集到一个党 集到一个中央委员会 集到一个人了 这是荒唐的事吗 要不然我怎么老说 初中没毕业呢 他就没有人类的 基本的这个思维和文明成果 他不知道 初中没毕业您说谁呢 这谁都知道啊 初中没毕业嘛 那李锐说的 李锐活了将近102岁嘛 李锐在你们原来的 这个美国之音 鼻子插一个氧气管子 我看见过呀 我在这看见了 他说的话和他图像我都看见了 李锐也就是快死的时候 李锐说没想到 文化程度这么低 他自己说的呀 因为人家是青干局局长 后来人家李锐又是 中央组织的副部长 这是一老干部 是一中够委常委的 他是中委常委 那么这个抗争里面 就涉及到一个理性 和这个激情的问题 对 就是激情和理性 您认为应该摆正一个什么关系呢 摆平 嗯 年轻人得有激情 没有激情就 就就就就 就不叫年轻人了 嗯 但是你激情你别过度 我们看到了就是上一次呢 在维多利亚公园的时候 进行集会的时候 没有发生任何的暴力 对 这是非常棒的事吧 也就是说 在其他场合发生暴力 都是警方在场的情况下 警方对人群进行某种的压制 控制的情况下 我们可不可以说 实际上的暴力是由警方挑起的 完全有可能香港的那些年轻人受教育 良好的教育 人家从根上 就是八个年以前的英国国王中革命 所以您认为在这个冲突中 香港的年轻人 这个使用过当的暴力是可能性很低 很低 因为他这传统好 他这教育好 人家还大部分人家还信那个天主教 那么这样的大规模的这个暴力冲突 那就责任只能是在警方了 不是只能在警方 很可能在警方 因为大陆中国就是暴力嘛 共产党就是革命党嘛 尤其在文革的时候 我跟你说 文革的时候那就是暴力啊 年轻人 那就打老师啊 那就是抄家啊 那就是武斗啊 你想想 香港有吗 香港没那底子 或者那底子 那暴力的底子比较淡 它文明的程度比较高 所以我就特别高度 这个表扬或者说赞赏 今年8月18 百万香港的人 主要年轻人上街 基本没有暴力 就是那次维多利亚公园 对不对 基本没有 你还不能说绝对没有 两百万人 香港一共七百万人 你想想 除去老师病床还有多少人 绝对是民意 主流民意 现在这种情况 暴力冲突是相当的普遍 对 有可能是什么呀 而且是 这个程度是相当的高 有可能对方 你看不行啊 香港的年轻人这么理性 那我怎么治他们啊 我怎么找借口啊 混进这些各种的各种人 给你暴力 完了让你逗着你 我挑衅你 我让你也暴力 就跟国会纵火案一样啊 你看国会给纵火了 完了我抓 就跟苏联一样啊 苏联当时把他那一头 叫基洛夫给杀了 我说杀了 你说谁杀的 阶级敌人 大清洗 一家伙杀了几十万几百万 共产党专门会干这事 你注意 如果他从根上就教育 就从英国大宪章来教育 虚军共和 君主立宪立宪君主 最后走到美立坚和众国 三权分立 对不对 他就 他就 没这么些暴力 而且你想美国有三亿条枪 有枪架 有 中国有 有三亿个崩弓的 弹弓都不成 我告诉你 这刀线菜刀都得控制 你看中国 十二十三亿人 十四亿人 如果有一把人有枪 你还赶上大街吗 我早就被打残了 我告诉你 那香港的年轻人 面对这种情况 该怎么办呢 应该 继续暴力抗争 还是说应该有理智呢 不是纪律暴力抗争 纪律抗争 但是绝对不要暴力 所以我非常赞成 他们那个和平理性 但是非暴力 因为和平就是非暴力 从观念上讲 您是支持和理非的观念 这和理非什么 只是那非啰嗦 和平 你只是觉得很啰嗦 但是概念上 那当然决定了 因为我们社会 通通是反革命 凭什么革命啊 改良 改得改 改往哪改 是改论还是改良 当然得改 改还得往良了改 所以老说我们改良主义 当然是改良主义了 但是现在这种抗争 尤其是他们有一 有一些人 他们人称叫叫勇武 就是专门用这种暴力手段 去回击警方的这个暴力的 大错得错 这种主张暴力的人 就是叫害群之马 坚决要被批判 被教育 比如我们家兄弟 有一个就想暴力的 假设我是他大哥 那我一定要教育他呀 还是这句话 你们美国的 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 马丁路德金的名言 手段是正在 形成之中的理想 和进行之中的目的 就手段是目的 现在进行时 人们无法通过 邪恶的手段 达到美好的目的 绝对得坚持合理非 你一抱一抱 你来的什么 你来的叫恶性循环 是吧 所以说必须坚持合理非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香港现在实行了 没有戒严法的戒严 三个人在大街上 随时可以被警察拦截 去驱散你 在这种情况下 香港年轻人应该驯服吗 应该说 绝对不能驯服啊 因为你这就是以民为敌啊 他敌意啊 因为你港 你香港政府 你应该是全心全意的 为人民服务 什么叫服务 古希腊语 像奴隶一样的工作 叫服务 对不对 所以说他说不改初衷 你共产党的初衷 就是全心全意的 为人民服务啊 所以我骑自行车 我从西长安街走的时候 我往北一看 西华门 西华门有个隐蔽 隐蔽上写什么 为人民服务 一直就写这个的 您觉得他们做到了吗 没做到啊 但这话是对的呀 而且我要求你们做到啊 这个意思啊 这话没错呀 所以说 这个香港的年轻人 就应该继续坚持 就是818的那个和平理性 但是已经说他们不准大街了 不准游戏不准三个人 这就是你政府的挑衅 那年轻人 你拿我们年轻人当敌人 又不许戴口罩了 又是三个人就不许 不许不许 不许 那这种情况下 年轻人 坚决抗争啊 怎么抗呢 怎么抗争 我就戴口罩 你抓你就抓吧 我们都戴 香港人们 二百万三百万都戴 你都抓啊 这就是他们的团结 所以团结就是力量 这个香港人在 现在就是 他们如果去 这个抗争 如果香港人去抗争的话 他们有什么样 他们有利的东西 能够抗争 就是一个舆论 因为现在都有手机 都有互联网 都有所谓的 这公共传媒 上啊 对不对 你们都有手机 看见这种事 你们都照 录 完了上传 但是即使是这样 那个警察没有受到惩罚 还是没有用啊 曝光就是惩罚 把那警察 打人的警察 或者是一个 骇军吃马 给他照 最近刚刚的 这个香港政府 发出这个规定 而且法院也认可了 就是不准公布 警察的信息 和他们家属的信息 错 这叫做贼心虚 但是他们现在 已经这样规定了 已经这样规定 我就违反他这规定 我照我就上 上我就传 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法可以不遵守 恶法当然是恶法非法 依法治国 不是说我遵守那个恶法 恶法非法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因此香港的年轻人 上了这些东西 因此被抓 被判刑 那怎么办呢 曝光还是曝光啊 国际社会曝光啊 我不是说嘛 国际互联网大会嘛 现在是5G 过不了几年 6G 我一再说6G 就是人类的一个飞跃 就是全球免费无限互联网 你怎么疯 打卫星 没收手机 都不大可能了 合理飞 继续抗争 对这个香港的年轻人 您还有什么 一些建议或者忠告 就是说你们 你们是一年长一岁 但是你们的哥哥姐姐 比你们年长的人 比如八一八 如果你们再去游行 一定要继承八一八的传统 就二百个人 基本没有暴力 而且你得提高警惕 提高你们的智慧 你们的队伍中 可能混起来害群之马 你及早的发现 比如他要挑衅警察 你们要把他制止住啊 你想这是在你们队伍中啊 所以说你们每个人 要练出火眼金睛 简单上你得有这个弦儿 你的意思是说 只要是年轻人的抗争 是保持在非暴力的程度上面 就没有 不会出现暴力了吗 不也会出现暴力 出现暴力 揭发他呀 香港的这个抗议中的 出现的暴力 到底主要原因是谁 主要造势的人 主要引发暴力的是谁 是警察还是抗议者 当然是共产党的理念 我一代说共产党宣言 1848年写的 马克森克斯写的 就是我们要用一切的暴力手段 来推翻人类的一切现成的制度 革命党嘛 人家共产党就是革命党嘛 人家不掩盖自己的观点 人家写在共产党宣言里面 是不是可以这样 理论这种实践的一个理论 记住就是共产党宣言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你认为香港抗争中出现的暴力 主要的这个引发的原因 是因为政府方面 香港回归了 谁管 大陆管 大陆谁领导 党是领导一切的 党是什么不改初衷 特别是去年还是今年 重新学习共产党宣言 这就根啊 你学习共产党宣言 那句话你为什么不批判 什么叫用 就是不择手段吗 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明显的一个逻辑 或者是一个理念 就是不择手段 为了目的 目的就是夺权 为了保全 为了保证我共产党千军万代 我不择手段 什么特务啊 什么暴力啊 什么造谣 我全干 这就根 那么香港的这个前景 是要靠中国大陆的 落实所谓的那些 他们所说的那些好的东西呢 还是说要靠国际的支持 当然要国际 国际不光是支持 还有压力呢 为什么 支部书记在这了 你最多你中国人 你是副书记 所以我一再主张香港特首 习近平兼任不就完了吗 瞎子选什么呢 你瞎选完了 他不还得听习近平呢吗 您正现在 现在习近平就是决定香港的一把手 那给他扶证了 这就叫名正言顺呢 所以习近平是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 党的总书记 是吧 各种小组的组长 他有十几个小组的组长 那你就兼任一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首 不就完了吗 省多少事啊 这个建议倒是很新鲜 让习近平主席兼任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 对啊 他实际上他就是 他现在实际上就是香港的一把手 那个香港的头叫什么林郑 什么月娥 林郑月娥 他不得听习近平的吗 比如说他那送中 我就 他是他自己决定的吗 他要敢说实话 你那送中 得到没得到习近平的手肯 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你得到没得到习近平的手肯 他吹牛 这么大事儿 他不经过习近平的手肯 您不相信的 当然不相信 撒谎 那就叫 你等你等过多少年以后 等他死的时候 你让他问心自问 这一辈子撒谎什么谎 你那你那个 你那送中那个 那你自己定的 吹牛吧你 林郑月娥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 她也睡着睡不着觉 你讲诚信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谢谢你中教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